第1次 餐廳 第1次 餐廳 第5次 餐廳 是7.餐廳 今天餐廳做些什麼簡單料理 如果你會喜歡庸廳的話 那這一道菜你絕對不能太錯過 直接叫做枸杞洋蔥炒蛋 或是我們的洋蔥圈 甚至是河風洋蔥 都要讓你們很滿意 但是今天呢 這道茶與洋蔥燒 更會讓你們豎起大骨子 怎麼做的超簡單 又超下飯超好吃 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看起來做看看這一道茶與洋蔥燒 還有喜歡什麼洋蔥燒料理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知道來這邊開發以前 Youtube 站在這邊 將來開啟小燈 分享給IG 分享給點數據 分享給予小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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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一個分享給予小燈 就是我們分享中立 解讀 洋蔥啊 我們先把它切一下 來 頭去掉 來 切好之後 我們先放旁邊一下 我們來調我們的醬料 這裡有醬油 然後味醂 水 還有我們的蒜泥 還有七味粉 然後茶魚的話 下大概一點點就好 再把它拌一拌 好 拌勻之後 來 一樣先放這裡 開火熱鍋一下 讓我們下一點點油 來 鍋子有點熱之後 我們的洋蔥 好 來 稍微洋蔥 整個泡泡喔 恰恰 好 再來 我們這個剛調的醬汁 我們先下一半 一半留起來 等一下要用 把它蓋起來 稍微給它燜一下 把它火關掉 關火之後 我們給它燜個三分鐘 讓味道進去之後 這道茶魚洋蔥 完成 而且你單個的美味 試吃時間 乾 是不是非常有食慾呢 熱配飯吃 一定有下飯 原本新料的洋蔥 因為醬料的加入 讓它變得圓潤 圓滑 帶點茶魚的日式香氣 加上一口白飯 啊 天堂就在這邊 簡單個小知識 洋蔥的好處 洋蔥對身體的六大益處 一 有益心臟健康 二 富含抗氧化劑 三 含抗氧化合物 四 助控自血糖 五 具有抗菌功效 六 維持骨骼健康 中文官 中文官 出品